1.原始点手法 原始点手法的研发是为了解除症状 而预打此医疗目的 手法必须在诊断的指导下 配合热源的应用 才能大幅提升其安全性及有效性 原始点手法包括按推位置与按推技巧 处理疾病则守重位置 其次才是技巧 辨疾病之体伤位置 可通过按推相对应之原始痛点 若有改善 此系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应按推原始痛点及温肤原始点 若按推无法立即改善 此系患处体伤所致之症状 应按推患处痛点及温肤患处 如此诊疗 才能达到解除他处或患处体伤 所致症状的目的 这一段先把我们的手法目的 还有它重点在哪里都有讲出来了 手法非常重要 尤其这一次我在处理重病患者 我就感受很深 虽然重病患者是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主 你很多人像刚刚影片 他孩子处理他家人 你看他手法不准确 他一直强调温肤热源 即便他已经重病了 好像强调热源是没有错 没有手法去辅助 他根本做不出来 重病之所以常常会死 我们说是热能不足 到最后热能耗尽而死 有没有想过在这个过程中 是不是因为你没有办法解症 体伤影响到热能 像热能进不去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案例 这样患者自然就慢慢 情况就加重 我觉得重病守法更要加强 大家别以为轻重症比较重视手法 重病是重视热源 不对不是这样说的 其实热源虽然重要 守法您做不到位 重病患者尤其到命危的时候 很难救回来 这一点特别跟大家讲一下 修法跟热源既然要互相配合 他一定要经过诊断 诊断我们诊断与治疗都讲得很清楚了 先变疾病轻重 如果重病以热源为主按推为主 如果轻重症就以按推为主热源为主 这样就能够达到治疗的安全性 大幅提升安全性及有效性 这个很重要 好我们下一段就再讲按推 按推手中位置其实才是技巧 这个也标明出来 你要学手法 你一定要先懂得原始点 一条脊椎脊齐处 它的正确位置在哪里 然后技巧也很重要 技巧如果你没有到位 学得不够好 那你处理轻重症还可以 到了重病因为你的技巧不行 很可能你一按 第一个达不到绝症 因为很痛 患者 又拒绝你 甚至到最后 就丧失信心 所以从影片中也可以看出来 我也看到我的患者 这一位他也是之前都经过 很多原始点人案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没有找出 他的压痛点在哪里 而且还说 哎呀你那个身体很柔软啊 然后筋好像也很软啊 没有问题的啊 那就是热能不够啊 如果痛啊就忍受一下 结果患者一直忍受 忍受到肌肉体说不甘走路 然后加上恐惧 然后一直在拼姜汤要用 挤进去熬 熬得非常浓 然后浓到灌子吃进去就拉肚子 那所以胃肠也变得不好 所以我去把它解症之后 那个姜汤我也没有那么浓啊 是原来的可能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而已啊 然后因为他胃口也不好 也不需要补充那么多热炎 所以当我帮他解症之后 热炎自然就解决了 所以这里除了要重视位置 如果你真的有心要把原始点学好 那技巧也相当重要 那技巧从哪里学呢 最好上网看影片 不要到处跑 然后哪里有培训班 就去跟人家凑热闹 没有必要 我认为那个教的也没有 不可能完整的 像我的影片那么详细 那你以及有更好的影片 教学材料你还要去培训 而且他们按的又可能已经 不是我原来的那种方式了 你们也学不到最好的精华 所以我建议 学原始点一定要看影片 这是诊断跟治疗 如何变体伤位置 我像我那个患者 他腿痛大家都变到最后 因为按推技巧不好 都说按推没有立即改善 所以是患处体伤 患处体伤 那就是在患处压 那结果一压他更痛 他痛到本来能走路 便不能走路 那本来在用原始点搞到最后 原始点反而伤了的 那最近我一直在帮这个患者做 我就发现很多学原始点 确实是学偏了 然后诊断以治疗看似 好像有读过我的书 事实上因为手法的不到位 所以最后的辩证也出了差错 就位置而言 原始点可分成一条脊椎 颈部 上背部 下背部 肩椎部 及其余七处部位 头部 肩部 肘部 手背部 臀部 踝部 足背部 每一处原始点都有明确的 涵盖范围 共同变覆全身 应用时 只需知道疾病发生位置 为何处原始点所涵盖 即可按推该处原始点 并从中找到需要处理的压痛点 其中脊椎两侧原始点 找法的基本原则是 药领 疾病位置 原始点 前面找后面 躯干前面的疾病 向背后相对的脊椎两侧 找压痛点 旁边找中间 脊椎两旁的疾病 向中间的脊椎两侧 找压痛点 下面找上面 脊椎的疾病 向上沿脊椎两侧 找压痛点 原始点虽明为点 实则相连呈现 故按推时 物拘泥具体有多少点 在临床上 发现各部位的压痛点 或紧一点 或有多点 或相连成段 甚至遍及权限 且由于原始痛点 位置深浅不同 故手法 不仅要清除按推位置 还要配合按推技巧 就技巧而言 按推要先按 而后推 且按推压痛点的力量 需由轻而重 以测定最适宜的力度 原则是 以患者略感疼痛为宜 否则 过重有强烈疼痛感 则亦造成伤害 太轻没有疼痛感 则效果不佳 按推每个压痛点 约三秒 可来回两至三遍 但只要病症减轻 或体力变差 都要停止操作 以避免过度消耗热能 重病 重症者 可一天按推两次 轻症者 可两天按推一次 但法无定法 若病情需要 且患者能承受的情形下 按推之力量 时间与次数 皆可灵活调整 比如轻按及痛症 可先用外热源温敷 后用指腹或掌根 缓慢轻柔的处理 等患者适应后 再以手肘按推 适度增加力道 以达到 由浅入身 解除病症的目的 故所花时间较长 又如急救 按推力量必须加重 一次到位直至深层 以达到快速解症的目的 故所花时间较短 总之 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患处痛点 皆应以患者能承受 且病情得以改善为最高原则 按推原始痛点 按推原始痛点之技巧 若要达到精准 均匀 轻巧 不仅涉及肘 拳 掌根 指节 指腹的力度 角度 速度 幅度等 还要配合身体姿势 且失作时 必须清楚原始点位置 故学习者 一定要观看教学视频 并经合格志工 多次指导教证 才能较熟练地 掌握这套手法 然义无止境 即便熟练者 仍需精通理论 不可得少为足 自悟悟人 前面再讲位置跟技巧 位置 我建议大家可以参考 我们的人体图 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 它的位置在哪里 这里都标示得非常清楚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你在这个位置里面 找出的压痛点 也不要拘泥 它到底压痛点有几点 反正这个位置你找找看 有可能一点 也可能两点 也可能甚至 每一点都在痛 一定要找才会知道 你用同样的力道去找 不能有时候力量轻 有时候力量重 一定要开始平常就要练习 位置清楚了 再找压痛点 找压痛点就牵扯到技巧 就技巧而言 这里有提到 按推要先按后推 且按推压痛点的力量 需由轻而重 以测定患者最适宜的力度 原则上是以患者裂感疼痛为一 好这里要谈的 我们原始点都是按 按之后才推 我们称为按推 而不是推哪跟推哪不大一样 很多人来就开始推了 没有压到压痛点 我们说压痛点找出来 那你那个压痛点在哪个位置 你要先顶进去 顶进去那个力道就是按 按的力量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身体 你工具只要轻轻放着 再调整身体的姿势 力道就可以流浅而轻 由浅入深 由轻而轻 就可以达到这样 到底这个调整工具 力度什么是最适宜的呢 以患者 刚开始以患者裂感疼痛为一 一定要他能承受 不要压得太大力 尤其很多人第一次 开始尝试原始点的时候 你太大力按往患者 常常回去就痛到不行 按推的位置 你又没有交代说按推之后 要温敷啊 要舒缓啊 才能够减轻疼痛 你又没有交代 或没有做舒缓的动作 他可能下一次就不敢来 我建议学原始点 这个一定要先清楚 好 再来谈由轻而重 这个我常常提的 很多人都以为轻就是 我力量用轻一点叫轻 要撞就是我出满力 用力一点 工具再用力一点就叫撞 这个是错误的结果 真正的轻就是 你手只要轻轻放的 这样这叫轻了 这样有顶到那个位置 轻轻的放下去 就可以开始推 这叫轻 什么叫撞呢 你放下去患者感觉 好像没有烧到阳处 他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压痛 你明明知道他有症状 一定有压痛点 好 这时候你可以怎么样 身体姿势再调整一下 稍微靠近前面啊 或是往下沉啊 把整个工具带下去 这个才叫重 而不是你手臂开始用力 那个叫做蛮力 那个只有硬邦邦的力量 尤其对重病患者 马上会拒绝你 然后你就达不到解症的效果 他的手还是跟轻一样 那个手是没变 工具没变 只是轻轻放着 开始调整身体的姿势 让这个工具很自然的 就可以到达深层一点 这个叫做由轻而重 到了深层患者压痛点 就开始有感受 他会跟你讲 这样很痛 这样我们就适合而止 过重有强烈感 我说过会回去会很痛 甚至严重一点 还会消化患者的热能 他已经没有疼痛感 当然效果就不好 外面很多人在宣传 哎呀我们有一套手法 是完全没有压痛感 听一听就好 没有压痛感 就不是孙思鸟的阿斯蟹 也不是原始痛点 这个肯定跟原始点就无关了 那种手法就达不到要解症的效果了 这里有谈每个压痛点一三秒 可来回两二到三遍 症状减轻或体力变差都要停止操作 这里我要提的就是每个压痛点三秒 来回三遍好了 每个压痛点也只有九秒 这个是提醒各位 各位刚开始学的时候 常常就是力道太猛 太猛找到压痛点又有兴奋感 一找到就一直想按人家 时间按了多久自己也忘了 按到忘了自我是谁了 把患者揉到很痛 他都不肯放手 有些人在学习原始点就会这样 让患者害怕 这里也会特别提出来也是这样 如果你手法能够就像我说的 懂得用身体的力量 把工具带进去 那种工具 没有压迫感的时候 你油轻又能够慢慢 深层的慢慢带进去 用身体把它带进去 不要说三秒 你揉个三十分钟都没事 甚至就像我刚刚讲 重病患者 照理应该是以热源为止 症状症你不能解除 他热就进不去 光一个头部 我刚刚前面有讲 我光按一个头部 就按了两个小时 你们想想看 你们可以做到这样 这本书缩写三秒 来为三遍 这样能解重病患者的症吗 当然不可能 到重病患者 这个一定要懂得变化 一定要由轻而重 然后懂 不要用蛮力 如果你能做到你按多久 其实都没有问题 就像我太太 他身体也很虚 在安宁病房的时候 我是请四个人帮他按摩 按摩那个力道都很轻 而四小时按摩 我发现他反而身体更好 身体也觉得 因为他都没有运动 靠着大家这样按摩 反而生命力更稳定 到重病 不是时间的问题 是你的手法有没有 懂得不能出满力 要由轻而重 这个才是重病 这里特别提 重病到底一天可以按摩几次 像我说的 一个头部我按两个小时 你说几次 几次是我认为也没什么意义 反正他只要有不舒服 你就是要想办法帮他解针 而且几次不是问题 你早上按 可能他轻轻按就会痛 你慢慢帮他 温敷之后慢慢按 花一点时间 他的症就可以改善 如果完全没有改善 记得 下午就可以按 隔一个小时或什么样 再继续按也可以 甚至就连续一直按下去 按个一两个小时 也没问题 问题是你如果手法是满力 轻重症会轻着被你按到 片体鳞伤 重病很可能被你按到 挂了都有可能 这就是我为什么写书的时候 分几秒钟还有几次 事实上真懂你真的把手法学到位 也真的够信心都能以病为师 患者说很痛了你就不要再失利了 都能够这样做到 我相信几次也不是问题 时间多长也不是问题 这里说法无定法 需要患者能承受 按推力量次数皆可灵活调整 这里是举例的 轻暗疾痛这里有讲 这个都我刚刚讲的 怎么调整身体的姿势 油浅入深 可以先用热炎 文字写得很清楚 我就不再重复了 重症如急救 它的按推方式就不一样 它可能一开始就要 已经来不及了 而且跟时间赛跑 这时候你身体还是要懂得用身体的力量 不是用蛮力 是身体直接沉下去 直接就直接就透进去了 一次到位到深层就可以快速来解症 这样的时间很短不需要很长 这里也是特别提醒 按推都要与患者能接受 我说像我处理这个我现在在处理的重病患者 就是被学原始点的人 按到不能走路 本来他能走路 他就从患处大力一压 一压他马上不能走路 从此他就躺在床上好几个月 这个都是要小心的 这里还是一再提 一定要与患者能承受 你才可以维持 初学者这句话一定要记得 而且处理所有 不管乐园也好 按推为好 都要以这一句为最高标准 按推技巧要做到精准均匀轻巧 不仅涉及这些工具 还有它的角度幅度种种 最重要还要懂得配合身体的知识 比如他很痛 你按下去他很痛 你那个速度就不能快 就要变慢一点 这样患者承受度就可以提高 不能用手的蛮力 还要懂得身体要轻巧把工具带进去 这样才能达到结证 制作者他第一个一定要懂得原始点位置 你要懂得位置又要懂得技巧 当然一定要看视频的 看视频最后你到底都对或错 还要经合格志工多次矫正 当然这样是最好 问题全球现在合格志工在哪里 我们也没有 我几乎很少去培训了 到底他合不合格 我也不知道 现在各个工艺点 他们的说法行不行 我也不知道 大家也不要往外求 就先从我的视频好好学 反而可以学到真功夫 学了之后最好你自己也拍 叫人家帮你拍 再跟我的影片做比对 这样一比对 你就可以很快的掌握住 到底你哪里偏差 自我做修正 说不定还比去到处拜师学艺 可能都还要好 好这个手法如果学到好了 最后还是提醒各位 你一定要精通理论 就像我这个重病患者 他是重病患者 结果他热源不够 你没有补充到 整体只是你看到局部的患处 肿瘤的部分 大力一压 结果就出事 他身体就垮下去 类似这种 我们诊断与治疗 到底重病应该以热源为 按推为辅 轻重症要以按推为主 热源为 这些都是基本功 都要把理论读透 临床上才不会 一出手变错 甚至不要说帮人家 帮助人家的病症解除 甚至你还会误了人家 甚至你还会误了人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